我们详细谈谈滴滴出行的事情 滴滴出行被勒令把应用程式在手机下架 公司现在被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审查 市场担心其他网企的应用程式 亦受到同类处分 昨天香港科网股大跌 拖累恒指 相关股份也有北水大量流出 只以腾讯为例 五日合计淨流出的金额已达到150亿 有关这件事是昨天 即星期一早上发生了 另外 晚点时间 官媒环球时报亦发表评论文章 似乎滴滴出行 已经有能力对一个人的行为习惯 进行大数据分析 构成潜在的信息风险 评论有一句特别强烈 缺不能让任何一家互联网巨头 成为被国家掌握 还详细的中国个人信息的超级数据库 又指滴滴在美国上市 排第一和第二的股东都是外国公司 国家对他的信息安全监管需要更严格 看到无可避免地 科企就会继续成为封眼 Rid想请教你 如果真的持货 例如香港投资者喜欢的ATMXJ 持货应该用什么策略去部署呢? 例如昨天看一些ETF的数据 也会看到有些人在反弹 如果真的持货应该如何处理呢? 我认为近期尤其是这个行动出现了 上周五来说 内地政策出现了 关于大数据 用大数据 进行一些不公平的定价 也会是一个违规的事件 所以在周五和地域出现的事件 刚才所说的 对于掌握一些比较大数据的规模公司 例如我们刚才所说的腾讯 阿里巴巴 政策风险无人提高了 老实说他们做的业务 包括你衣食住行 有什么可能说是无人提高的数据 而今次事件未来的迪迪出现 其实除了迪迪出现之外 其实有两间公司都是美国上市 包括波斯指拼 以及一间满邦集团 其实都是被勒领停止新注册用户 但迪迪的惨在还要整个apps下架 而这三间公司特色的共同点 就是他们三间都是6月上市在美国 而其中迪迪出行和满邦 都是关乎一些内地交通运输的解决方案 例如迪迪出行 大家也知道了 召车 满邦其实是货车 其实他们掌握数据除了用户的 一些个人资料之外 都关乎到内地的运输物流 例如公路 企业的数据 所以这是比较敏感的 整个事件反映到 现在中国在收紧数据的信息 收集的权力 最麻烦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的政策规定 所谓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信息 大家都知道香港人近期都很了解 什么叫国家安全的重要数据 其实我们都不会有一个很清晰的界定 所以这样的办法就是 我们投资股票最怕就是不明朗 什么时候中招 什么时候不中招 在它不停完善这个数据法的过程当中 其实这个政策风险仍然存在 所以如果在星期持有这批货 我经常说 上星期都提到 这个政策风险是一个监管风险 之前是说的壟断 现在到了数据 其实已经有另一个层次 但是到了这个层面 其实如果国家继续出手 下一步如何出手 其实都会继续困扬这些股份 所以我觉得暂时这些股份 可能尤其对于腾讯 阿里巴巴 因为他们经营云业务 云业务就更加一个大数据库 其实是真的有阴影 所以如果你真的持有的话 可能真的需要有点风险管理 可能趁技术反弹 刚才说的有些观众 博技术反弹 如果真的有的话 可以先减持部份 比如说那几只股份 小米相对可能比较少影响 但其实说实际数据来说 每一间都不能幸免 所以其实要让各个政策 稍为解定什么数据为之一个敏感 什么为之一个重要数据才可以陈光落定